梦中的古阵,应该是古朴而又安静的 漫步云雾间,追寻古老的足迹 一座宁静而神秘的古阵出现在你的眼前 它就像一颗镶嵌在瀑布上的宝石 闪耀着独特的魅力 这座位于湘西的古阵 它将带你穿越时光 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奇妙融合 位于凤凰和张家界之间的芙蓉阵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低调质朴却又别具一格 让人一眼难忘 芙蓉阵是一座有着2000年历史的土家古镇 原名王村 因江文和刘晓庆主演的电影《芙蓉阵》 在此拍摄而后改名为《芙蓉阵》 它是土家族人聚居的古镇 土家族人口占全镇总人口的80%以上 土司王行宫是芙蓉阵的标志性建筑 依山而建 占据了最佳的的是河风水 这座典型的土家殿堂式建筑 飞檐峭角 木制结构 见证了土司王朝统治湘西八百年的历史 虽然芙蓉阵的建筑并不威而恢弘 但经过八九百年的历史沉淀 眼角高翘 吊脚掌锤 加上青木带瓦的装饰 使得这座错落有致的建筑整体呈现出清幽庄严的氛围 当你踏入芙蓉古镇时 会听到土家山歌在耳边回荡 身着土家传统服饰的演员们宰歌宰舞 用土家族特有的方式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居住在芙蓉镇的土家人民非常热情好客 为了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 他们费尽心思编排了一台内容丰富 形式独特的晚会 芙蓉小戏 在这台晚会中 你可以欣赏到热情豪放的毛骨丝 欢快跳跃的白手舞 土家儿女含蓄美好的婚嫁习俗 神秘幽远的乌挪绝迹以及延续至今的历史传说 整个演出充满了芙蓉镇幽远的历史和土家族人的情怀 芙蓉镇衣山傍水 绿树环绕 而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悬崖瀑布 静静聆听瀑布的流水声 让身心感受到清新的气息和湿润的滋润 这座瀑布不仅壮丽 而且特别之处在于瀑布的后方有一条天然的过道 可以从中穿过 夏季水流量大的时候 穿越瀑布时可能需要穿上雨衣 否则可能会被凌晨落汤鸡 但这种穿越瀑布的感觉让人心旷神移 透心凉爽快 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 让人心情愉悦 除了瀑布 芙蓉镇还有一座土王桥也是一大亮点 桥下潺潺流水 青蛙蟑螂 闲暇时 很多村民都喜欢坐在桥上聊天 漫步其中 踩踏着石头 感受着流水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让身心愉悦 芙蓉镇依然保留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未被商业化的五里石板 皆仍然保留着淳朴的湘西风土人情 如果想真正体验芙蓉镇 就沿着青石板接漫步吧 在街上闲逛时 可以看到当地居民穿行其中 人流稀少 不会感到拥挤 慢悠悠地欣赏两旁的土家族阁楼建筑 逛逛街边的小摊 购买一些小吃和纪念品 街上还有一个奇景 那就是刘小庆米豆腐店 30年前 电影《芙蓉镇》 在这里拍摄 使得这个小镇改名为芙蓉镇 电影中的米豆腐店 以及与之相关的小吃 米豆腐 成为了这里的特色之一 据说在芙蓉镇有几家 刘小庆米豆腐店 他们都自称是当年电影取景的 正宗米豆腐店 乌溜溜的青石板大街上 一流排开着店铺 茶室 土匪烟 米豆腐 竹灭艺术等 在这里 你不会感到繁华和喧嚣 而是能感受到边陲土家独特的魅力 在芙蓉镇 有三大特产 米豆腐 竹筒米酒和姜糖 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品尝一碗米豆腐 它口感香辣 润滑而鲜嫩 配上小葱和豆瓣酱 别有一番风味 芙蓉镇上有几家自称是 正宗的刘晓庆米豆腐店 其中最正宗的一家据说就在牌坊附近 就是电影中的那家米豆腐店 而竹筒米酒是最具风味的特产之一 沿街的店铺里 你可以看到摆满了各种大小的竹筒 里面装满了米酒 提着一桶米酒 悠闲得在青石板上漫步 这样的感觉令人心旷神疑 此外 在芙蓉古镇的五里长街上 你会发现许多小店出售姜糖 姜糖是一种独特的特产 它由生姜 红糖和水等原料熬制而成 闻起来香气四溢 咬上一口 外酥里嫩 既不过甜也不过辣 唯甜和适度的辣味交织在口中 让人回味无穷 芙蓉镇在夜晚尤其美丽动人 当夜幕降临 凤凰的繁华喧嚣退去 芙蓉镇变得安静而宁密 岸上的房屋倒映在水中 灯火闪烁 小舟上的余灯在夜色中点亮 青山隐隐约约 宛如一场浅浅的梦境 在芙蓉镇过夜 找一家小而精致的客栈 感受宁静的氛围 躺在床上 倾听湘西的夜晚和大瀑布的声音 入眠时心灵得到进化 享受一夜安眠 芙蓉镇的古朴和安静 土家族的独特风情 以及自然景观和美食特产 使得它成为了一处 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 无论是欣赏瀑布的壮丽 还是穿越瀑布的清凉 漫步在青石板街上 感受土家族文化的熏陶 参与土家山歌的演唱 或是在土家人民的热情款待下 品尝当的美食 每个人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 感谢收看本期的乐乐世界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